大家好,我是Brian 那我之前主修是机械工程背景 有在台湾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那是设备工程师 就是雇鸡台 然后做机台的维修这样 那现在是在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 就是EIT的一个学程的一个架构底下的 就是小分支这样子 那目前第一年选的学校 是在瑞典的KTH 那第二年会去Anderhovern 那我的投影片上面 目前有我的联络资讯 那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更详细的聊的话 可以交我的来这样 好,大家好 我是之前读台大的生物环境工程系 那我毕业以后就在台大留下来 当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工作 然后现在一样到皇家理工 然后明年一样是去荷兰Ihovern 等一下 OK 那这个program它就是它这个EIT 是一个在欧盟底下的一个蛮大的计划 那 就是这个能源 永续能源这个项目底下有八个 八个program 那我们两个是读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 这个项目 那等一下另外一个同学 他是读下面那个Smart Electric Network 这个 那我们主要等一下会 以我们自己读的program 和它的program来做介绍 那如果你们自己有特别想 有兴趣的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上网页看 它有很多 它课程是怎么个规划的 那 那现在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这个学程有合作的一些学校 其实每个学程 它每一个分支合作学校都不尽相同 那这图 同一片上面秀的是我们这个学程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去的学校 那其实第一年跟第二年呢 我们就两个选择 就是你不是在瑞典的KTH 就是在西班牙的UPC 两间大选就二选一这样子 那第二年就依据不同的分支 依照你的兴趣 你是想要读Solar Power 还是想要读Win Power 或者是想要走电力系统 或者是想要走BioMask等等 就是依据你的兴趣去选 那个学校提供的专修的科目 那第一年跟第二年的学校呢 基本上是不会重复的 那目前在KTH第一年的学生 其实会透过视讯的方式 跟UPC的学生 你通常是第一年的 然后去共享我们的课程 所以其实我们有些课 本来就预定是会去做线上连线的部分 那当然KTH自己本身也有实体的 Face to Face的课 那其实现在在瑞典的部分 应该是大部分都是算是偏解禁的状态 所以我们目前上课算是没有问题 就是课堂上Face to Face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下面那张就是目前实时的KTH的照片 大概前两天才拍的 就是红叶都红的这样子 蛮漂亮的KTH的环境 以及我觉得它是一个好读书的地方 我们这个program的话 它主要是不是那种 就是它主要还有结合商业的部分 然后这也是我选它的原因 然后我们课程除了学 基本能源相关那些工程课以外 它有像它春秋两季都有一些seminar 然后冬天的时候会有去西班牙上学课 对然后还有同时会跟 每年都有两个大专案 那我们今年专案就是也是从 就是专案都是从你跟公司合作 然后找一个找几个队友 然后Tim一起合作一整年 所以它等于是从此结合了10座 就是它把你在就是学校学了 然后直接跟就是希望你同时 可以跟业界可以接轨 然后这是它训练的方式 所以像第一年我们就有project of year 然后明年的话会是自己要 做一个专案 那我下面这是一个举例 像今年我们拿到的题目 会是像跟这个大型的公司做 然后它有给我们题目 就像譬如说你要算这些东西 那或者是这种荷兰的新创公司 它自己想到一个就是探补桌 然后后来转成电能 然后可以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能源的方式 对那你就是第一年的话 你可能就是它会帮你派10个人一组 那你会排你题目的支援顺序 然后你会被分配到你喜欢的组别 那这边就只是提 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它每年都有这种大型的项目 那第一年它会给你题目 你要自己选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是你自己找组员 然后找所有的资源 然后去也要让一个专案出来 对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学生里面 不是只有工程背景 或者是真的是我们所谓二类的人 其实也有相关management 或者是他本来的学术背景 不是工程背景 但是有去做了工程相关的工作的人来读 也是有 那其实不管有没有工作经验 其实我们就我们这一家来说 工作经验的人其实不在少数 大概三分之一 至少都有工作的经验 那各个领域都有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在读energy这个东西 可是我没有相关的一些学术背景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学机械的 但是电的我可能就不太行 或者是我根本就三类的那两个东西 我完全都没碰过 它其实有一些support的课程给你 都是一些线上课 那其实这些课程都是免费 你只要就是supply 就是你有申请上 他就会开放账号给你 让你去学 所以这是一个 他在学术方面的一些support 那其实学校就算是 你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问 我们就是学校这边也有tutor 可以帮助你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课业的support方面 或者是在硬实力的方面 是不用担心会没有地方 可以寻求帮助这样 那其实刚刚Gena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这个学程除了 真正的在教学科之外 其实想要跟业界 或者是想要有一些management 然后有一些企业的一些 相关领域的知识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 我们自己的community 算是一个人脉网 他将这一个学程 毕业的所有的毕业生 那以及就是目前 就是正在就学的人 就是全部集合起来 组成一个内卧 那那个内卧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 不管是工作的机会 工作发布 或者是他有一些研讨会的邀请 那甚至有一些就是免费的参访 都有在里面 就是到时候你加入了之后 可以用这个内卧去做一些 跟其他人的连接 跟其他人的连接 可以用这个连接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做的connection 做得非常好的一部分 就是不用担心你 就是毕业季事业这样子 其实有很多人 就我们自己的学程里面 其实大概六到七成 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有工作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跟业界连接的部分 是不太需要担心的 讲到就是这个program 当初很吸引我的点 就是因为他有提供奖学金 那他今年奖学金 一个是全免 一个就是一半半奖 那他的学费是一千 一万八欧元每年 然后就是全包 所以包括像我们上周 我们才去葡萄牙参加 那个seminar回来 所以那个基酒是全包的 所以就是你缴了学费以后 他是他就是你不用 他另外缴任何东西 那他我很建议 就是如果你自己 就你家里面 如果没有办法帮你的话 或是你可能想要 靠你自己出去 那然后他的方向 跟你自己想要的很类似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申请 因为他的确提供很多人 就我们班应该都一半半奖 就你是看program 像我们这个program sustainable 这个system engineering的话 听到大概一半人 都是拿半奖 对然后有像 如果是听他的program 可能是没有 可能就没有讲学金 就是好像是看每年 看看你的program的样子 所以就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就尽量申请看看 因为这边是一个可以提供你 奖的金出国的机会 那他像今年他开了一个 好像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奖学金项目 也是全面奖学金的 那是一些diversity 所以你们有想要申请的人 就是蛮建议你可以申请看看 因为说是出国真的蛮少有 可以拿钱的机会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奖学金呢 你只要申请这个学程的同时 他就会自动帮你带入奖学金的申请 那所以你不需要另外写其他的一些 就是motivation later或什么 去申请这个奖学金 他只要你有申请 只要你apply这个学程的任何一个分支 他就会自动帮你申请 有上了 你在被就是通知说学程有上的时候 他会一并通知你说 你有没有拿到奖学金这样子 他会有吧 他有勾 对 他会有让你勾 就刚刚那边倒下去 他会到时候你申请 如果你有申请的话 他会让你勾 你想要全奖还是半奖 还是你不用钱 那你当然你很想要钱 你就会跟我你想要钱 就我就自己跟我想要全奖 但他还是有一半 对对 所以所以看你们到时候申请的时候 那所以你为什么要申请他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你为什么要 那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像他给我奖学金 然后还有像他的训练方式 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 就他是结合了很多商业的东西 然后还有实作 然后跟整个run一些project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训练方式适合我 然后加上他跟我未来想走的方向是相符 然后又有钱 所以就你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申请 然后你们也不用局限于 就是你大学毕业就要直接申请研究所 因为其实我们班同学很多人都是三十级 就是欧美的 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工作 可能五六年七八年 然后才又回来学校 就我觉得亚洲是比较窄 就是大家都是 就我们一些亚洲同学 都是真的是毕业就直接来的 但其实你其他同学看的话 其实大家就是很多样性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 今年可能或是明年毕业 那里面要申请你也可以等个 等你可能毕业几年后突然想重建你再回来 有人举手了 可以发问 没关系你说 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点 要点下去 今天要写五百字啊 哦 要写为什么要申请 好像不知道 五百字可以拿钱 但你要想一下你为什么 真的很想要这笔钱 对 你要能够 对 写出来 但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每年在做Motivation Later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会写 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止五百字吧 你可能要写个两字啊 两页A4之类的 才有办法做好你的CV 或者是你的Motivation Later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好 对 OK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 没关系 我可以 好 举手的 可以直接说 听个办法 嗨 我叫Lio 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请说 嗨 您好 就是你刚刚讲 就是 我刚刚 我刚刚说五百字 那个是他们要再写Motivation Later之外 要再写一个五百字的A3 去申请奖学金 然后我的问题是说 那以你们的角度来看 因为正如你们刚刚所说 其实我们在Motivation Later里面 已经蛮具细迷的 叙述自己的background 自己的各个经验 为什么我要申请EID Program 为什么这个program适合我 那以你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既然已经在Motivation Later里面 去叙述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在Scholarship的A3里面 我们要写什么 才不会跟Motivation 写的内容重复 同时又让我们自己 更stand out呢 我没有详细去看今年 就是奖学金申请 他需要你 他应该会给你一个题目吧 他应该会要求说 你需要写些什么东西 在你的五百字里面 他应该有要求 你有看到 他这里面就写说 写你自己的background the academic the working experience the entrepreneurship 可是这些内容 就是感觉跟Motivation 写的内容就蛮雷同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觉得你可以多琢磨在 你拿到这笔钱之后 你会怎么持有 这样 我觉得是你 为什么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对 为什么需要这笔钱 因为他像我们班 有些人没有钱 就是他当然会想班给 真正 比较结束 或是你真的很需要 这笔钱的人 所以你自己觉得 你为什么可以拿到这笔钱 就你像比别人 比起来的话 你觉得你真的比较突出吗 或是你真的 你对这个社会会比较有贡献 或是什么 就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要怎么写 然后你当你真的很想 这笔奖文经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写出来 你要写的东西 对 了解 好 谢谢你们 那还有一个是 萧 萧吗 萧鱼 虫 吗 可以请说 可以把静音打开 不好意思 我应该是非常喜欢的 不好意思 好好好 OK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好 那其实 这个学程的申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每个分支需要的一些 pre-requisite 那其实 基本的就三个 就是你的大学学历 就是你至少要拿到 100ESTS 其实是欧洲计算 学分的方式 但通常 你只要台湾的大学 有修好修满 就是没有被 就是有漏掉 什么 你通常大学学 台湾大学可以毕业 通常就 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 这样子 然后你的英文的 就是 就是英文 English language 这个部分 其实 大部分的学程 都是亚师6.5以上 的程度 就OK了 托福也可以 对 托福也可以 对 那就是相对的部分 就是 其实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标准 所以 相比 比如说 美国或者是一些商学院 它的标准 其实相对来说 是低蛮多的 因为亚师6.5 其实没有到非常困难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其实有非常多 有好几个学程 都是 不管你是工程背景 还是商业背景 都是可以进来的 你只要有申请 那其实这个部分 他们去做审查 只要你修的科系 的 它主要是看你修的一些 课程 有没有符合他们要的 那只要有那些课程 有他们要的 其实他们就会收了 对 那就是相关的CV 以及相关的一些 就是Mathabation Later 准备好 那其实他的这个申请 就是只要丢线上丢完 就送出了 其实没有到非常困难 就是他的一些条件 没有到很严苛这样 那目前的话 其实不是目前 就是其实从之前到现在 都是五个Round 有人 你有举手是吗 你可以说 请说 你们刚提到学分的问题 因为我有先问一下EIT那边 因为像我们学校 就是没有直接提供证明说 可以把学分转换到ECTS 然后EIT那边是说 那可能就提供 Credits Per Hour 或是Credit Per Semester证明 然后想请问你们的经验 你们那时候如果 学校没有提供这个转换系统的话 你们是额外把自己学校 就是学分转换的PDF档 转成英文 然后再寄给EIT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Program Specific Requirements里面 如果在TU Eindhoven里面的第二年 那我现在有提到说 如果第二年要选TU Eindhoven的话 会希望你自己可以 会使用Software 去做相关Innovation System的设计 然后想请问你们的经验 一般它就是你们的同学 或是以你们第二年 如果在TU Eindhoven的话 通常是用什么样的软体 去做类似的Projects呢 好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那时 我自己的经验 我那时候就是成绩单 我就把它英文版的 然后通常学校成绩单 最后面都会有一些附助 比如说学分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怎么统整的这样子 我就只是拿英文的成绩单 然后寻寻出去而已 我没有特别去做一些 换算成ECTS之类的 对 我也没有特别换算 但是经验来讲 好 那个我知道Tim要讲 我今天讲完我再补充好了 Tim 你请说 就是经验来说 大概大概两个ECTS 大概会等于一个台湾的Credit 所以基本上你大学可以 毕业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低于180个ECTS 所以这点其实不用太担心 他们大概也会知道 因为其实这几年也蛮多台湾学生 申请这个Program 所以这个经验来说 他们应该都有 对 那个Tim讲的是没错啦 我这边跟那个Leo说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同学申请欧洲的大学 台湾的同学申请欧洲的大学 根本不需要告诉学校 如何将台湾的学分转换成欧洲学分 因为刚刚Tim也说了 通常按照一般的情况就是 两个欧洲学分等同于是一个台湾学分 那也就是说一个台湾学分等同于是两个学分 那其实当你写信去 问那个EIT InnoEnergy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很认真的回答你问题 那结果就是整个方向通通都走歪掉了 那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去换算 你也不需要跟学校教务处说 我因为申请这个欧洲的学校 所以我需要换算这个换算成欧洲学分 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那个这三位同学做的简报 上面写说 EIT InnoEnergy需要说最少180个欧洲学分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看得很奇怪 实际上是因为在欧洲所有研究型大学的大学课程 都只有三年的时间 所以他们每个学年是要修60个欧洲学分 相当于是30个台湾学分 可是台湾大学的设计走的是美式的设计 所以变成说有四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边每一学年大概修快要30个学分 那因此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有将近快到130个学分的台湾学分 也就是等于是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超过240个欧洲学分 所以现在在准备申请的同学 请各位不要再担心学分换算的部分 真的要去计较的部分应该是在于说 他所规定的主修 或者是他所规定的某些相关联性的学分的学科 你是不是具备有这些 那所以请不要再去看整个学位的学分就是这样 我这边解说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就暂时到这边 谢谢主任 刚刚Ryo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第二年Anderhofen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跟Jenna都是Anderhofen的 那我目前 Timmy也是 目前就是我有问学长 他们是说他们目前有用到就是MayLab 但其他因为就是我不确定 可能依据你自己 Master says也不同 可能会用到其他软体 但是目前basic就是MayLab 这样子 对我这边有点要分享 就是说其实第二年会用到的软体 主要是跟你实习合作的公司有关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要看你想要走那个领域 然后去看那个领域 通常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软体是什么 所以这其实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答案 就是真的是要看你未来想要做什么 然后再去看说 通常这些公司都有什么软体 但基本上MayLab一定是基本一定要会的 我这边补充 刚刚两位同学的说明 那因为他们现在人都在那个瑞典的皇家理工学院 那他们是明年才要到那个TUE去 那虽然说他们已经听说了去TUE要做什么 不过我这边跟那个提问的Leo 我在这边跟你讲 因为我们11月份有荷兰教育展 11月13日 那已经念完这个KTH跟那个荷兰TUE的校友 他目前在那个台湾的工研院工作 他会在11月13日荷兰教育展亲自到现场 来主持那个EIT InnoEnergy的摊位 所以如果同学很好奇说到了TUE 那荷兰的那一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可以到现场去请教他 好时间还给三位 好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接下来就稍微说一下我们EIT InnoEnergy的申请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的申请总共有五个RUN 那通常如果你要拿奖学金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RUN1到RUN3 RUN2或RUN3就会发完 所以其实越早申请越好 就是他之前有说就是RUN4、RUN5通常 通常不太会给奖学金 都是给RUN1到RUN3的人 所以越早申请你的机会越大 那还补充一下 就奖学金部分 像我们这些有的同学 就是他他发现就是他原本申请上 申请上这个 他不知道哪个FOREN 就第一年到一样KTH 第二年到鲁文的 然后他后来颠倒 就他RUN5在收申请一次 然后把学校点颠倒 就他就有钱了 就他原本没有钱拿 然后因为他也需要钱 所以他RUN4的时候申请 是没钱 然后让我再试一试 所以他有钱了 所以 然后我听到其他同学是说 他们 他的学校是 奖学金有时候是看学校 就如果你的学校很热门 其实就没奖学 就这样不但拿到奖学金 对 所以如果你提到学校 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热门的话 你可能就拿到机率比较大 就是这是看 就是看运气 对 但我觉得有申请有机会 对 但不过就是 如果你申请上了 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为了 就是如果真的没拿到奖学金 要不要申请其他RUN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但如果你RUN1没有申请上 你要申请RUN2 或RUN3 是OK的 所以越早申请 机会越大 嗯我只能这么说 OK 那我们我跟Jenna的报告 目前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请Tim来帮我们做主 OK 哈喽大家我是Tim 然后我也 我也是一样是就是EIT Innerange Program 但是我跟他们两个Program不一样 我是智慧电网Program 他叫做Sense 就是Mastery Inspired Electric Network and System 对 然后可以叫我Tim 就好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就是table contents 然后大概会讲这些东西 OK 好这个是EIT 他们刚刚应该介绍过 所以我就不再细讲 然后这是就是EIT Innerange 提供的八个Program 他刚刚应该讲过 然后我是 我什么 好没关系 就是我是 倒数第二个 OK 然后这个是就是 如果你点击我们 点击我们Program 会看到的介绍 基本上我们Program 就是在讲说 就是未来电网 要怎么处理一些市场面 跟技术上面的东西 然后对 然后上面有写说我们有五所顶尖大学 然后几个就是一周的module 然后有一个四个礼拜的上学院课程 然后还有Average Entry 但是对 那个就看看就好 OK 所以我们Program第一年的话 我们第一年全部全部人都在KTH 因为这个其实蛮合理的 因为KTH电机很强 然后我们Program又是比较专注于在一个特定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学电嘛 所以就是 基本上第一年把全部人都丢在一个电机最强的学校 然后训练完一年之后 第二年我们有四所学校可以去 有一所跟他们一样是爱因获芬 然后再来是比利时的鲁文 然后再来是法国的Granobel 跟UPC Barcelona 然后排名来讲的话是鲁文最高 但是性质如果你是就业导向的话 基本上还是比较推荐去TUE 那如果是法国那时候的话 它基本上需要你有一个法文好像B1的证明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台湾可能都不会有法文B1 level 所以就比较难 那UPC就是 它好像是走资料驱动的电网分析 所以这四所学校基本上就是 看你未来想要走的track不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不同学校 对然后 所有的EIT Program毕业之后 你都会拿到两个学校的 那个Master的学位 跟一张有一个EIT Label的证数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CP值算高的program 因为你会拿到 譬如说我会拿到KTHEE的degree 然后我也拿到TUE的EE的degree 然后还有一个EIT Label的证数 对 OK 然后这是我们的program journey 就是我们第一年 这基本上是第一年 就是我们第一年有五个module module基本上就是 花一个礼拜时间教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的module 2跟3是会坐飞机到其他城市 module2是到法国跟西班牙巴斯洛纳各待三天 然后要处理就是上面写这个问题 然后module3是要去波兰 是要处理power equality的问题 然后module145是在Sweden 对 那这些module基本上就是会请一些别的学校的讲师 或者请一些业绩的业绩来 然后一个礼拜可能是brainstorming 或者是一个礼拜的一些研讨会 然后让你知道这个产业 就是最新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然后通常也会有一些hand on task 可以给学生就是处理 然后提供想法这样子 OK 然后这是我们的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ey 就是第一年的话 我们会有个industrial innovation project 这个是在下个学期 就是明年1月开始 那这个project基本上就是 我们可能三到四个人一组 然后会解决一个电力产业里面真正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会有预测电价问题 然后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比如说 断路器要怎么建 然后或者是一些电网的通信问题 就是基本上围绕在 未来电力系统上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有一个entrepreneurship summer school 就是我们在六月中到七月中 会去西班牙的SR的商学院待一个月 对然后另外要提的是 那一个月的时速费跟机票 还有课程也都是EIT包 就是我觉得 谢谢EIT 然后Battle of Green Talent 应该是所有EIT的program都会有 就是它是一个蛮大型的比赛 然后就是你可以去报名 然后你可以想想看要怎么就是救救未来 要怎么用更绿的方式 就处理一些现有的问题 然后The Me就是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 我们这个program的学生聚在一起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些第二年的学生他们的 Theesis在做什么 OK 请说 请说 有人举手了 没有吗 没有人举手 应该在下面 举手会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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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可以取消是吗 好 那我们继续 有问题可以就是打断我 没有关系我不太解疑 对 然后The Me就是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 所有的 我们这个Sense 就是智慧电网学生会聚在一起 然后看看大家未来想要做什么 然后现在真的做什么 然后Data Science for Energy Engineering 就是因为如果你未来想要走市场面 或是一些电力预测 或是一些电力市场的 最佳的话 基本上最后都会走到资料驱动这块 所以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科目 就是有一个怎么讲 就是有一个项目是Data Science 就是教学 教你怎么用Data Science 处理一些事情 那可能教学会用Python 对然后最后是你的 硕士论文 就是基本上第二年大概有可能 八到九个月在做硕士论文这件事情 OK 所以就是我大概小小分享一下 我在KTH电机 大概一个月的感想 但就一个月 所以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bias的 所以但就大家可以听听看 就是KTH电机 授课上真的很扎实 就是我觉得欧洲教授 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解说上面 然后欧洲的学生 就是可以进到KTH电机系的学生 也真的都是 就是已经在这个领域很久 然后他们问的问题都很specific 然后都会问到点 然后教授跟助教 他们都很有料 然后教学很用心很扎实 就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教授你怎么这么认真 在想要把这个问题讲解好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然后交流也都是很正向的 比较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大家想要抢某个分数 然后就比较 比较负面的竞争 就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把这个东西解出来 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分数的压力 就是我们可以全部拿到A 或全部拿到B 就没有关系 就没有说什么A 只能20%的人拿到之类 所以我觉得 这边的风气是非常 就是正向的 然后教学方式是 比较应用导向 重视食物面 像我们现在有电力市场 电力市场的课 他会讲就是真的电价要怎么置地 然后如果频率就是有某个电场跳掉之后 频率要怎么怎么回来 就是要怎么救频率 然后我们也有电力系统分析的课 在教你说要怎么把 比如说把电力系统串起来 然后要怎么分析这个系统的主抗之类的 然后开放式讨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就是大家都很open minded 就是不会有人 就是问问题的时候 不会觉得有人在judge你之类 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很多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种眼睛一亮的感觉 因为怎么会有人想要这种东西 然后就会讨论很开心 然后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这边我觉得他们非常重视诚信跟操心 就是在每一堂课一开始 很特别是他们都会特别讲说 有一个code of honor 就是不能做某些事情 那如果你做某些事情 它的严重程度是 譬如说 如果你copy别人的paper 或者是你从某个网站 操心来你没有reference回去的话 那个严重程度是 它会承报到KTH校长那边 然后会有一个KTH的law community 来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欧洲在处理研究 跟智慧材权权这方面 是真的很认真 那也是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研究态度 对这点 但我觉得蛮惊艳的 因为以前在台湾做报告 做报告可能很多 很多时候就还是Ctrl C,Ctrl B 有时候是这样的 但在这边完全不能这样 然后学校资源部门 图书馆跟自习是讨论空间很多 就是一定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各种软体资源 大家在台湾应该不陌生 就是需要有很多自己的软体 然后第三个是KTH Innovation 就是如果当你有一个创业idea的话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行之有年 很成熟的一个孵化期 但它特别是 它没有要拿你公司的股份 因为大部分外面有孵化期的话 如果你进去一个incubator里面 它可能都会说 OK你未来如果怎么样 我有你30%公司的股权 但KTH Innovation没有这样子 就它就纯粹一个是一个为学生 找想然后提供资源的组织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idea 想要把它put into market的话 你都可以去这边 那第四个是KTH Center of Academy RTN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教育 怎么写学术论文的地方 所以你有一些语言上的问题 或是你有一些写作上的问题 所以写作伦理上的问题 你都可以去找它 OK然后城市跟学校环境 就Stock Home就是很多自然很美 但是物价真的蛮高的 OK然后就业方式跟概况 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EIT公布的书记 如果你点击去EIT的MasterScrew的page的话 它第一个上面就写说 有94%的学生都在可能毕业 几个月之内就找到工作 然后像我们program它上面 也直接写说就是entry salary 所以基本上你有在EIT训练过 在EIT读过书 然后也拿过这两所学校的 毕业证书之后 找工作基本上又不是难事 就是还没有听过什么人 就是找工作遇到困难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毕业之前 就已经跟实习的公司谈好 之后几年的合约这样子 那如果你还是很紧张的话 Practically有这些找工作的管道 最主要当然就是你第二年写论文实习的公司 因为这可能就是你未来想要走的方向 然后在各大学校有 我觉得至少KTH这边 KTH Alarm Line 就是他们的connection很强 然后LinkedIn也是一样很强 然后另外EIT Inner Energy有一个community的 不管是LinkedIn或他有一个就是career的平台 大家都可以上去导游 蛮多工作职缺都会优先在那边贴出来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 未来九月的部分 选择现实名 好我觉得这可以跳过 这比较personal 如果之后就有时间在聊 OK 然后这是五个round 就是第一个round 现在已经在ongoing当中 所以大家想要投就赶快投 然后尽量越早投越好 因为你第一个round没有上 你第二round还是可以投 然后都可以一直往后投 所以越早准备越好 然后OK 好我喝个水 你觉得要讲这个吗 不用 现在就直接QA时间 然后你们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嗯 请说 请说 请问现在这边的疫情怎么样 很自由自在没有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处理疫情的观点跟台湾问题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用围族的方式 但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每天听到 比如说美国确诊十几万人 但是我觉得那个数字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讲 没感觉 没有任何意义 对因为他们主要在看的是疫苗普及 就跟重症率 对所以就是你确诊处的那个base number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其实你打完疫苗之后 就算你真的得了也是会非常轻微的症状 或是可能就丧失修为觉一下下 就回来 但其实就跟一般流感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把疫情担心太严重 然后何况说你深爱的家人们 或是你家里面的老人长辈也不在你身边 所以其实就是包袱不太大 对 那他们处理疫情的态度就是 佛系防疫 佛系防疫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得的话 你可以去塞 你塞完之后他就跟你说 你是positive 然后在家休息 所以就大家 你只要不是重症 就不需要去医院 对但大家还是要自己考量自己的身体状况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可能有些慢性疾病 或是一些比如说过敏或什么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 或者是听一种专业医生的指示 但我们在这边是蛮自由自在 也没有在戴口罩 然后也没有什么restriction 然后这个礼拜三 瑞典政府已经把所有的restriction拿掉 所以现在瑞典是一个完全 就是自由的状态 对 OK 还有问题吗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Paul请说 可以直接说没关系 关掉麦克风 要先unmute 我们要关吗 我们不用 我们应该不用吧 不是你们要关 是问问 要先把静音关掉 他要把那个麦克风打开 他如果不打开你们都听不到 那个Paul你可不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那个Leo也有举手了 你先打开你先问吧 好算了 那可以先给Paul问没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有问过 可以先给Paul问他的问题 还是想要打在那个 大家不要让你先讲话谁先问 好那我就先问咯 一个是关于Project of Year 因为看好像之前 刚主任有提到 刚刚那位下午应该是Steve 对 因为看他之前的分享 他好像还有朋友是 他的同学当时去非洲 那也是呼应刚那位同学问的问题 现在还有办法去非洲 就比较第三世界的国家 去做Project of Year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 比较Miner一点 因为我看KTH好像有 之前有篮球队 那现在还可以打吗 好回答第一个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去年学长 他们大部分都是线上 议题比较多 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几乎都是线上会 就是他们目前 就是当那时候没有到实地去 就是我们有一组 是完全没有到实地去 就线上开完会 我们的去年的Project of Year 那一株学长就结束了 那今年我不确定 今年不确定 对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通常都会到现场去 对他只是今年状况蛮乱的 所以不确定 但是Vivo 问题已经 他如果他自己去欧洲念书的时候 讲到非洲这件事情 那已经都是两三年后的事情了 两三年后 不需要现在担心 OK OK 然后关于篮球队 我不确定可以去篮球队 现在状况怎么样 但我知道KT 有一个 他叫做KT Dream Team 梦幻队的一个WhatsApp群组 他们蛮常爱揪打球的 那如果是限制的话 打球没有任何限制 你只要有场地 你就可以去 然后也没有任何群聚 或者室内的限制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想要打球 揪一揪 就会有人跟你打 对不用太担心 对 校队部分应该也是一定会有 但是你可能就要想办法 转入瑞典人当地的校队 因为可能 国际学生或master student 没有这么多人可以 打一个小队在练习 这样子 但是如果要打球 一定会有办法可以打 对 我觉得去欧洲的话 我插个嘴 那个Tim是很 刚才Tim解说的是说 帮Leo去想 可是我觉得 你人都到瑞典去了 你应该是去踢足球啊 打足球 哎呀我跟你说 足球 他们足球真的太强 足球只要什么 周末例假日 你走到草皮上 就一堆人在踢 那然后去欧洲就是要踢足球 籃球就不要管他了 籃球就是很快这项运动 那一定没有问题 对但是足球的场地 真的比籃球场地多上非常多 可能有差三倍 到处都是草皮 他们随时都可以打 架一个球网就打了 然后回答一下 那个Natasha 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生前的时候 大学成绩会影响很多吗 这点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是Community 所以我们自己不知道 但是就我们自己的观点 大学成绩是一定会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 就是evaluate你一个很long turn的 努力程度的一个指标 但是同样你一定有方法可以去解释 说如果你大学成绩 可能没有到这么理想 你把时间拿去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只要你能够说服Community的话 那我觉得这垂头是没有问题 就是在生理上面 它的问题不会到很大 对 再来 好 那个 Brian 你是要讲成绩吗 好 对就是 再来就是 其实你的大学成绩 如果真的不好 那你是不是有其他部分 是可以cover过 你大学成绩不好这件事情 就是 比如说你已经有工作金 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比赛 有得奖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专长等等的 其实就 其实我觉得写CV 或者是写你的动机器 大部分就是 要凸显出你比别人好的地方 然后让面试的人 看到你好的地方 是他们要的 那就有机会 比较大的机会可以上 所以 当然你说大学成绩影响一定会有 但是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部分 来弥补过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就是 看你怎么去运用你自己的专产 对 而且我想要提一点就是说 其实你的竞争对手 并不是所有都是学生 很多人可能是有一些就位经验的 所以他们就是在整个 evaluation process 他不是把成绩放这么重 因为很多人成绩可能已经 十年之前的事情 就是对他讲没有这么有意义 所以主要还是看你这个人 长什么样子 这个人是commitment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是什么形状 然后未来可能有什么potential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讲是比较重要一点 成绩是个proof 但同样的如果你有做其他事情 他也是一个对你能力的证明 所以 对就是加油 我补充一下两位的部分 当然那个 刚才那个 Brian也说了 有别的一些我们讲achievements 可以放在里面 那然后Tim刚才也讲了 有些人毕业很久 那可能那个成绩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直接把那个EIT EnoEnergy招生部门的说法 来跟大家讲 原则上是这样 成绩的部分要分两个方向看 第一个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录取的部分 那录取的部分基本上 他们的要求就是 那个在校成绩平均70分 我相信那个Tim跟Brian 应该还记得应该是70分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如果 现在在线上的同学 你们要申请 然后你们在校成绩 都已经超过70分以上了 我觉得在一直研究那个分数 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必要 因为基本上你已经符合录取 针对我们讲说成绩分数的要求了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主要是针对奖学金 奖学金上面它就是真的 基本上是会挑选成绩好的同学 这个是一定的 他不会刻意去挑成绩 靠近70分的这个学生 所以原则上 我觉得要看同学你 你讲的 你需求的是哪一个部分 如果只是录取的话 70分就可以了 还是你 对啊 那个关于雅思的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写信 跟就是InnoEnergy的信箱 问问看它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它界定的那个日期 是要是你入学之前到期 还是说你申请的时候 你申请的时候到期 有效就好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对应该没有关系 关于Paul的问题 请说 萧宇彤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 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就业会容易吗 还是 就是外国人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啊 我自己是想留在荷兰工作 就是因为我有看到荷兰它的工作签是有 可以让你到毕业之后留在当地一年 然后我记得德国好像也是八个月的样子 但其他地区我就不是那么确定 他们有没有放宽 毕业之后的工作签证 对那 目前我知道就是德国跟荷兰 那其他的国家可以再 就是自己search看看 还是这样子 我可以补充一些 就是在EIT的 EIT Innovation Master Group Masters Group上面的 page上面就写说 90%的学生 大概在毕业六个月之内 会在欧洲就业 所以应该不会是问题 然后欧洲就业 每个关系差蛮多 但基本上 比如说荷兰 瑞典德国 他们都是一些对外国就业来讲 很 算是非常friendly的国家 就是你可能 工作签证 毕业工作 毕业之后的签证可以拿很久 然后你可能只要五年 或者到多少年 你就可以拿永居 就是不会像 比如说美国这么难啊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在 第二年实习的时候 你有做好你的connection 然后基本上第二年 大部分第二年实习公司 可能就会是你未来的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点 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的论文是 就是一定要写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 一个公司写论文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公司 那如果你有提导 做准备 然后应该就很难找不到工作 其实对 了解了解 我先补充两 刚刚Brian跟Tim说的 因为其实EIT 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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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已经公布了就是说上一届同学 他们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一个状况 结论就是如果不讲究哪一个地区的话 毕业后的就业率是100% 这是目前的状况 那可能有些人会说 可是我要算是哪个地区 我们先不要算得那么仔细 可是如果回到那个 因为现在镜头前面的三位 他们还在念书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已经毕业的校友 Steve讲的 他当时毕业的时候 他就说是offer太多 他很烦恼 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公司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他其实有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作一年的时间 但是最后因为家人健康问题的考量 所以他回到台湾 那所以我在这边跟同学讲就是说 我觉得机会很多 那刚才Tim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位都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毕业之后 像刚才Brian也有讲说 德国啦 给你时间啦 哪一个国家要给你时间 InnoEnergy的课程会拿两个学位 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会去两个国家 我这边就直接讲荷兰的部分 荷兰毕业后 在你毕业之后是说 你只要在三年内 你可以毕业后三年内 你可以动用那个 留在荷兰一年找工作的机会 那瑞典德国可能他有不同的规定 可能会是要求你 你毕业之后 你就要过去那边直接找 他不让你等三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你可以先到 比较需要快速动用找工作的国家 先去使用那段时间 之后再回去荷兰 再用那个一年的也可以 那这样加起来的时间 其实非常长 搞不好你都想回台湾了 好 补充完毕 还有其他人有任何问题吗 嗯 都可以问 都可以问都可以问 哎 阿恩请说 主持人好 我想要请问的是 就是如果我在读的过程 我读的很崩溃 然后我想要休学可以吗 那可以再复学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Energy会提供像是什么 心理智商的一些治疗吗 谢谢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可能写些 我来先补充一下好了 刚才这位同学讲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这个是 你需要考量的一个方向的话 那你就要挑一个 在学程设计上 老师跟学生之间的 这个互动好的一个环境 学生跟学生之间 是互相帮忙的 学生跟学生之间 不是那一种恶性竞争的 那我刚刚有看到那个Tim做的简报 他说的他说得非常的好 老师是非常帮忙的 学生也是很互助的 大家的关系是互相合作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说 你说要念到崩溃 我是觉得很困难 那当然我必须要这样讲 以我们现在三位同学去的瑞典 基本上对于心理辅导 心理治疗 学校提供给学生这方面的资商 其实都做得很好 同学不必去担心这样的问题 欧洲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的先进 是你留在台湾 你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我觉得有很多在台湾 同学会有心理上有压力的 可是其实到了欧洲之后 这个问题搞不好是变好了 而不是变得更糟糕 所以刚才问问这个问题的同学 我觉得不需要过分的操心 对我也想要特别提供一下 就是我觉得目前念到现在 我觉得在欧洲的感觉 就是我有相比一些 我在美国念书同学的状况 就是因为欧洲基本上 社会的框架是社会主义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框架之下 你不需要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上去 因为它是一个把资源 重新分配的过程 那当然我们已经到这个学校 我们是在那个顶尖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 就是还是修行在个人 就是你不会有觉得 这么大的压力说 你一定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同样你也不会觉得 旁边的人全部都在很积极 也不是很也不积极 就是大家也是很积极 但是不会是那种恶性竞争 然后很高压的环境 就是我觉得现在念下来 大家都就是蛮helpful的 就是在欧洲念书会感觉到就是 你会有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然后工作跟念书不是你的全部 然后你会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很舒适的步调成长 对然后当然心理关怀 这些学校里做了很多 尤其是瑞典就是冬天又没有太阳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块 所以不用太担心 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压力会来自于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较 或自己跟旁边比较 但是其实比较的这件事情 在欧洲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没有人 没有真的没有人在judge什么 对就是放过自己 然后好好享受这边的生活 应该会过得 算是应该还不错 完工似的 还有其他人的问题吗 应该是在聊天室那边 有看到了 有学在询问 OK 一个个讲好了 我先讲好了 我在台湾就有硕士学位了 我那时候在台湾就是轻大的 研机械所做事 那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工作完之后 再就是出来 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就觉得其实绿能是未来一定会发展的趋势 然后再接着就是台湾的工作环境 因为其实台湾大部分 如果是本土公司的话 大部分都是属于manufacturing的部分 就是都是制造啊 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轮班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 我感觉就是output比较少的一些工作 那虽然说就是的确这个是未来一定会有的 但感觉就不是真的是被需要的 就是我想要做的是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世界事情 或者是真的有可以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绿色能源这个部分 是未来一定会走的趋势 可能现在还没有非常有就是技术突破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这个之后一定会走的 所以我之后就一然就一然就是我 三年的工作结束之后 我就直接做申请这样 那我那是我就是我目前研究所的申请 就是在欧洲的申请除了除了这个之外 就EIT Energy之外 其实我也有自己也有申请TUDEP 然后有申请所谓的北欧五国 其实北欧五国也有一个类似能源相关的一个申请 那这一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就是好像是Nodic Nodic 然后Nodic FITEC 其实就有了 对那目前 就是我那时候TUDEP也有上 然后EIT Energy也有上 那主要我选择EIT Energy是因为它有提供奖学金 而且它不是只有待在一个地方 它除了就是有除了有双学位之外 同时也有关于商业的一些promote 那甚至它自己 EIT Energy也有自己的career center 它也有帮忙你promote一些你 之后就业的面试或者是你之后准备CV的部分 它也会做帮忙跟辅导 所以目前我就是目前申请的状况选择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经验 看其他人 看我吗 OK那我的话我只有丢这个program 然后我丢这个program 原因是因为因为我本身是转领域 就是我大学是承担能源工程 然后我算是我想要转过来电机 所以当我想要跳过来做智慧电网这块的时候 我有看过大部分电机program 但是一来是我不是一一背景 所以我直接申请一一的master其实很难 然后再来就是我本身其实对创业这块蛮有兴趣 就是我大学有玩过一些创业的东西 然后EIT又是刚好一个就是非常结合商业的program 就它有很多实物面上的东西 然后跟怎么把这个东西市场化 就是我很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就业的部分 就是要学校这两年的学校跟国家都是一个就业很友善的地方 所以对我就选了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瑞典 然后对所以我本身是没有申请其他研究所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转领域 然后对商学院或是对创业课程有兴趣 然后对就是一年一个国家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EIT的program 然后再来是实物面上学费上面 其实我觉得它算真的很划算 有一个数据是说EIT培育一个学生 他大概要花两万五到三万欧元一年 但是我们的学费一年好像目前是一万八 不知道会不会再涨 所以基本上他花在你身上的钱比你缴的钱还要多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 它真的是一个慈善组织的 就是它是拿EU的funding 然后我们拿了很多资源这样子 就是给大家做参考 我自己是也是只有申请这个 因为我去年在第一 round就投了 然后我就上然后还有给我钱 所以我就没有在 我就没有在投其他东西 我就专心准备出来 对 所以然后我觉得你要申请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看看你到底想要走什么吧 就是你刚好 因为他只有给我钱 但是你也要看他给你钱是做什么 那他刚好跟我想要走的是 是相同的 所以我才来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他刚好跟你未来想走方向是不是一样 就不管你申请什么学校 你都可以考虑这个点 对 然后包括那个国家 你可能想想待下来 或是之后相关的 你都可以整个全部的想 不用只想到这个学校 然后这个现阶段而已 OK 好 不客气 难论里面素费物有问题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问题是他们的英文太好了 不是什么瑞典语的问题 其实瑞典语问题其实不多 少少 就是你去超市 你可能会看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食物 然后一些卖场的东西 但基本上你用Google Lens 扫一下 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逛多逛几个礼拜之后 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语言问题其实主要是在 我们自己的不习惯用英语这一块 因为他们的英文教育 基本上欧洲大部分先进国家 英语教育都是六七年以上 所以他们非常习惯用英文讨论 英文识变 但我们还没有这个 就是我们比较不习惯 我们也不是英文不好 但我们就是不习惯这个步调 就是语言问题的话 可能比较在于自己要怎么习惯用英文 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但是基本上跟瑞典当地 或是这边的国际学生们 基本上没有什么语言的问题 其实在外面 就算你不是去 就算你不是在大城市 其实比较小的地方 他们的英文也都是讲得通的 就是老玉都是 对对对 就是七岁到七十岁 全部都讲英文 对对对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太好了 还有其他同学要提问了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真的要谢谢三位同学 包含Gina Tim 还有Brian 那特别是他们都是上完课之后 就冲过来准备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午餐 有没有吃过了 有吃 然后那个瑞典那边又很冷 然后他们还在帮大家 做那么多的分享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那当然我相信 这是他们的第一学年 那之后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相信还可以再继续分享给大家 那我也希望说 下一次能够有机会 能够邀请三位 那我这边先给你们 最大的一个祝福 然后也很高兴说 你们北欧整个全部解放了 真的是太好了 好 后面有Tim的联络方式 那无论如何呢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向他们联络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询问EIT EnoEnergy 如果有需要我个人 回复任何事情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联系 好 那三位还有别的事情要补充吗 没有 就给大家 就是说一句就是 你有申请 就有机会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想要出来念书的话 其实也不用做什么 太大的准备 但就是你的心态上面调整好 其实就可以了 对 就大家加油 有问题都可以 直接联络我们 写信或写LINE 可能LINE我可能会被打 但是就写信也可以 对就一定找到我们 不用担心在这里就是没有同伴什么的 我们学成 光是我们学成就有四个台湾人 哈哈 就单单去不三当我们学成而已 我们没有 但是基本上 在欧洲台湾人蛮多的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就是很孤单的问题 对 而且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情况都是活动太多 不是没有活动可以去 对对对对 所以不用太担心 对 OK 谢谢大家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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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